哈喽,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饰品 就是开箱 今天要开两个我最近买的很大很大的包裹 一箱是零食,一箱是护肤品 都是在豌豆公主上面买的 这箱小一点的是护肤品 然后一会儿还有一箱很大很大的 我举不起来的是零食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先从零食开始 边吃边测评吧 先是优嗨的这个味觉汤 这个有好几种口味 我比较喜欢吃的是 这个青葡萄的还有紫葡萄的 这个最好吃 所以这个绿色的我买了五道 然后紫葡萄的买了两道 我平时特别喜欢把它冻在冰箱的冷冻柜里面 然后偶尔拿出来吃,超级好吃 给大家拆一个 它里面是这样 外面有一层薄膜 然后里面就是包浆的 这个真的果汁感很足,很好吃 但我觉得它冰冻一下会更好吃 然后玉米浓汤 这个也是回购了 它冲开之后就是像西餐厅那样浓浓的汤 我喜欢晚上当夜宵和 就淀粉很有饱腹感 我是一直都蛮喜欢买日本零食的 大家应该看过很多次在微博上买的案例 就这次买的软糖,还有日冬红茶,速食浓汤 其实都是回购 但是这次还有一些是我没有尝试过的新零食 斑豆公主品类特别齐全 它里面的彩妆,零食衣服 都是日本供应商直接入住的 日本只有一周就到 我这次是国内睡仓发 然后两天就都到家了 这个就是之前没有试过的 这是一个速溶的挂耳咖啡 因为之后可能过完年就要去上班了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 陈间可以速速提神洗脑的咖啡 然后呢就是这次买了很多这种 日本大盆装的 大微装的果冻 这俩是白桃的 我还没有吃过白桃味的果冻呢 感觉国内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 这种白桃的果冻 然后葡萄味的 我都是一样买两个 这种我感觉国内也蛮少见的吧 也有可能是我吃的不多 橙子味的 还有菠萝的 我想现在先试吃一个 我们先吃这个 特别少见的水蜜桃味 希望不要喷我一遍 它这个汁水居然没有喷出来 这个颜色好桃子 我总觉得它吃起来有种 樱桃味 再来试一下这个葡萄的 它上面有写的是零卡路里哦 我喜欢这个葡萄的 可以吃到里面大颗的椰果粒 它葡萄味也很浓 看这个就比较偏水状 接着又是一个素食底料 叫做素食豆乳锅汤底料 它应该是和中国的火锅差不多一个道理 你可以把蔬菜扔进去 有点像受洗锅 我打算之后拿自己的多功能锅来煮一下 接着是一个超级大的麦片 这个也是回购的 我大学刚开始的时候 吃过好几包 里面有草莓果粒 我特别喜欢 一般我是拿酸奶 或者拿牛奶泡一泡 然后直接吃 当早餐不错 它有分不同的种类 这个红道的里面好像才有这个草莓果粒 我特别喜欢 接着是日本的一个人气饮料 这个白桃汽水 然后也是同一个牌子 它加一个经典复刻碳酸汽水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 这个瓶身感觉好清新哦 好漂亮的蓝色瓶身 然后又是两包果冻 但这个是条状的 它这种条状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很方便在办公室吃吧 接着是口香糖 这个好像绿件哦 是这样细致包的一粒绿色的 反正外观和易达差不多 吃起来的感觉 也和易达差不多 然后是一个猜拳软糖 它底下是螺旋状的 然后上面看不到的地方 是石头剪刀布吧 我有两个妹妹还没有六岁 所以我打算把它们送给小朋友吃 接着呢 就又是一些果冻 这个还是刚刚那个牌子的白桃味果冻 我买了好多突然发现 然后是他家的芒果味果冻 还有两个葡萄味的 好了 那么这些就是本期的零食开箱 那下面让我们来开这项护肤品吧 套出我拆快递的神器 我是真的很开心这次蜿豆公主能和我合作 因为他家的首席代言是山下之酒 大家应该知道我虽然不太追心 但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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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山下之酒 亚麻将真的是本命 偷偷在这里向各位买一个案例 山下之酒真的好帅啊 杰尼斯 如果不亏 泡沫纸 第一个就看到了我超级超级想要的防晒 这个是微博上有好多博主在推 从去年推到今年 然后在我购物车里面放了好久 这次合作居然就买到了它 这个据说特别轻薄好推 这个富士应该就是派利德那个富士吧 原谅我的孤陋寡闻 但好像确实是 我今天带了一个蝴蝶耳钉 超级大 这个好难带哦 好看吗 它居然不是白色的 是单粉色的 确实推开感觉挺水润的 这也是富士那个牌子 美容液 它的名称居然叫清凉米料水 这是补充胶原蛋白的 适合我这种20多要初步抗脑的人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坚持和看吧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开箱说到了所有东西 最后要讲的还是一个正品保障的问题 斑斗公主呢 它是直接品牌入住 或者和大型经销商直接合作的 所以说在商品源头上就有保障 在app上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商品授权书 而且买的时候 它这个上面全部的商品都是一个含税价了 不会说像别的海淘app一样 你看到的价格和最后加入购物车 清算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因为最后还要再加税嘛 但是弯斗公主上面就是 你看到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 不用再另外加税 最后的福利时间 新人下载注册app可以领取一个 1088元的代理包 然后输入口令可爱靠 可以领100块钱的专属粉丝优惠券 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记得先去领这个券再买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我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